乾隆皇帝南巡船队抵达苏文交集处 下一站就是皇太后心心念念的奉铜祥瑞 只是没等到船队继续前进 前任监察御史 现任陆安之府前锋的折子就到了 弹劾安徽巡抚吴之城 人为制造祥瑞 逢淫上意 修行工 修必盗等劳民伤财 甚至还可能存在中饱私囊的情况 于是本就担心吴之城有贪腐情势 而不敢前往安庆观看奉铜的乾隆皇帝 变得更加纠结 就在这个时候 吴之城非常懂事地 给和珅送去两万两孝景 以求和珅预前美颜 成就安庆之行 然后救了和珅 微服探访乾隆 并劝说乾隆放弃上折 阻止乾隆皇帝安庆之行的举动 见到和珅 乾隆的心情明显不错 此时的和珅在乾隆心里 仍是扳倒巨贪王胆放 国泰的光辉形象 而且 和珅身为御前进士大臣 能够单独出现 就说明乾隆皇帝并非驾临安庆 自己的奏折很可能起作用了 所以 刚见到和珅 乾隆就急切地询问 何忠大 皇上到底准备准备我这子 和珅并未理会乾隆的问题 只是给出了一句 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 这句看似玩笑的问题 实则是在警告乾隆 你现在是陆安之府 而非监察御史 你该出现在之府衙门 而不是跑到安庆阻止 乾隆皇帝难寻的脚步 一句话 你多管闲事了 你越拳了 乾隆耿直 自然听不出和珅的警告 反倒再次强调了自己的问题 皇上 到底来不来安庆了 和珅一听 这小子一根筋啊 索性直接放弃了暗示 直接了当地给出了劝说 你的折子 我看过了 这么横征暴敛 民不聊生 什么劳民伤财莫此为甚 要知道 皇上这一回是凤母难寻 你这些话 是不是太唐突了 乾隆皇帝凤母难寻 乾隆这道奏折 看似是弹劾吴之城 劳民伤财 实则是在指责 乾隆皇帝带着老娘 祸害天下苍生来了 就此来看 和珅称其唐突 还真是客气了 这简直就是作死啊 一听这话 乾隆反倒不理解了 眼前这位爷 还是当初硬刚甘肃巡抚的忠臣吗 还是当初搬倒山东巡抚的 血姓汉子吗 乾隆就是因为这个 才竟中堂时分的 愿指望中堂能帮我一把 没想到中堂 却深斥起乾隆人来了 对于乾隆这类心流 正面硬刚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既然乾隆生气了 和珅就只能改变劝术方向 先缓和了乾隆的情绪再说 不是深斥 是劝你不要一起用事 起料 乾隆软硬不吃 认为只要自己有理 只要自己是为民请命 就绝对不能算是错事 甚至还越说越计 直接甩下了狠话 皇上要是不准 我还得上折子 我就是我 乾隆王朝的一股泥石流 是要扫尽天下茉莉 才不管皇上和太后会怎么想 这种情况下 看样软化是不行 必须加点威胁了 和珅直接搬出了皇上和太后 你前锋再牛 总有你畏惧的所在吧 乾大人 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 扫了皇上太后的雅姓 就是伤了大局 惩治贪官茉莉的小事情 咱们先放一放 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 乃及皇上和太后 观看凤铜祥瑞的雅姓 万一惹怒了这两位祖宗 你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还是那句话 此时的前锋 一心只想劝阻皇上的安庆之行 而且人家还占尽了道理 他认为和珅所谓的大局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诚然这句话 至公至正毫无瑕疵 只是前锋将这句话用错了对象 或者用错了朝代 在只有奴才没有大臣的乾隆朝 在从来就没弄懂 何为社稷何为民的清朝 君永远都只会排在 社稷和民的前面 明朝时期的御史 劝贱君父 拉出去打 清朝时期的御史 劝贱君父 拉出去杀 在这个奇葩的朝代 和珅这样的七笑玲珑心 才能混出名堂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期的陈子 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糊涂无知 别看何某敬重你的为人 可从没有把你当成称职的官员 平心而论 和珅的这句话没毛病 前锋做人没问题 但做官确实差点意思 在体制内混 规矩最重要 在清朝时期的体制内混 统治者就是规矩 就是天底下无所不通的道理 你整天给皇上对着干 能落了好吗 你整天让皇上下不来台 不把你扔出京城 那就怪了 碍于面子 碍于各方面的影响 更碍于领导正面形象的塑造 领导不会和你一般见识 更不会伸直了脖子和你吵 但你千万不要得寸进尺 更不要就此认定 领导是一位善纳建言 坚持群策群力的正面典型 因为一位下属的建议 而改变极定目标的领导 少之又少 因为一位下属的指责 而改变政策方向的领导 几乎没有 被你正面硬钢 却不想办法整治你的领导 或许有 但我没见过 官场生存中 一定要守住三件东西 票子 裤子 和面子 向贪腐说不 向美色说不 但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帮别人守住面子 尤其是领导的面子 像前锋这样 动辄让领导为难 甚至直接往领导脸上抹黑 恐怕也只有清朝 言官不可杀的组织 才能保住他了 不要自以为一片忠心 就可以抢皇上之所难 难道天子鸾驾 到了苏晚交界处 就以为你的一个蛇子 就掉头反惊 实话告诉你 圣驾已经启程了 我是来打前站的 还是那句话 领导绝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 而改变极定目标 哪怕你全是道理 哪怕你真是 一心为了领导好 好了 前锋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但态度仍然强硬 甚至直接下达了逐克令 既然如此 何必再说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不同你赶紧滚吧 可就在和尚走之前 他又留给前锋一句 值得琢磨的话 记住我一句话 你虽然勇者不惧 还要知道智者不惑 意思很明确 不要横冲直撞 要选对方式 找准方法 才能一击而中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问题出现了 一直在劝说前锋放弃的和尚 为何又成了前锋的支持者 还记得吴之城送给和尚的两万两银子吗 乾隆皇帝已经知道了 只是碍于各方面影响而不变戳破而已 而且和尚也已经知道乾隆皇帝知道了 也就是说 这两万两银子已经成为和尚倒台的祸根 所以和尚必须想办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主动奏鸣圣上 就等于坐实了吴之城大监聚贪的事实 安庆之行就会立马取消大局进会 可如果等到前锋御前弹劾吴之城的贪腐 和尚在奏鸣受贿原由 就能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和尚的想法很简单 想当初为了麻痹吴之城 我和尚收下了银子 为了不影响皇上和太后的雅兴 我选择了隐瞒不报 如今吴之城贪腐作实 我和尚就不得不照实说了 说到底和尚只是想借前锋弹劾吴之城 为自己的受贿寻找一个合适的解释机会 金明如和尚 才是一个称职的官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